开始估的175级朴朵 人修的话是个5000 宠修的话是个6400 辅助技能满强人满强壮满神速 再加上一个2000块钱 四打的话 再加上一个 三打160 再加126 能加上个1500块钱 其他辅助技能不加钱 师门技能1400 化成9能的话 再加1万 成就的话700071啊 这个f哥不仅打服战 而且还这么细节 耗重就还这么高 服战号高成就的号特别少人 服战号没时间啊 成就的话差不多可以乘一个两块两毛钱啊 5656块钱啊 然后再看一下限量祥瑞啊 战火穷奇 一只两只啊 两只战火穷奇的话是 我看还有没有啊 我觉得就两只战火穷奇嘛 第一只两万 第二只是一万啊 两只的话其实三万块钱啊 啊 兔子的话再加上一个500 熊猫团子的话再加上1000 捕龙的话再加上一个500啊 七彩小驴200 粉红小驴200 神经小驴200 猪猪小侠200 猪猪小侠200 飞天猪猪再加200 甜蜜猪猪的话再加上一个1000啊 冰晶雪破再加200 九尾冰湖的话再加1000 玉指抚养的话再加200 九尾零五十件量不加钱啊 后牌的限量还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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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行囊 行囊的话四个格子加1000啊 张罕兽格子12个1000是必须的 然后再看一下综合的总经验以及神技啊 好了 我们的抽奖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25秒结束 867的经验啊 经验的话能加上一个啊 36700块钱 他这个号啊 现在的话 由于这个千亿经验掉价掉的太厉害啊 啊 不对 不是36000 应该加错了 600亿是1万 700亿是2800亿是3万 36700啊 高经验的补助就不再加了 神器洗出三堵大四洗 没有三级特性的 再加上1500 这个号空号啊 应该不是特别贵啊 十多万我觉得啊 先把空号加一下 完了 卖云盘子进来了 我得物料啊 去鹏来的 你要是能能找到我 我也不跑了 好 抽奖时间还有多多36秒啊 再看锦衣啊 锦衣的话再加500的叶芝 乌煞 七彩小驴 买了头带了 青花瓷锦衣 加上染色4000 兔子的话200 云龙梦加上500 没有天使猪猪 但是九尾冰狐 与青花瓷锦衣的搭配额外再加3000啊 867的经验 3000 再加上个500 再加200 再加上个4000啊 再加上个500 再加1500 再加367啊 再加2000啊 再加200 再加上一个1000啊 再加200 再加2000啊 再加200 再加800 再加500 再加1000啊 再加上一个30500 再加上个5656啊 再加上一个11400 再加上1500 再加上一个8400啊 再加上一个5000啊 最终呢空耗物价的话是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六 十一万啊五千七百五十六 然后再看一下老板的其他的装备 这件装备啊一定能拿到二十六万 基础的价格二十六万是本拿的 但是这个永不摸损到底能加多少钱 未知啊 腰带的属性的话不算是特别好 但是多了一个永不摸损啊 二十六万不考虑永不摸损 二十六万不考虑永不摸损啊 像这种高端的永不摸损肯定是不能加上一千两千三千五千啊 肯定得加上两万三万四万五万的那种啊 咱们给他算上一个二十八万啊 二十八万啊 二十八万没错啊 好 鞋子的话罗汉九十五加一 这鞋子的话肯定是喝多酒容炼没了啊 这鞋子的属性啊有点差啊 三十四万啊 属性有点差 因为啊 容炼可能是容炼没了啊 这不像是很认真容量那样子 鞋子的防御能容炼到极限应该是一百一啊 一百一 敏捷的话应该能容炼到六十一六十二 这鞋子肯定是容炼废了 帽子的话 金青的帽子咱们说过了比较少 十六 比罗汉的帽子贵很多 罗汉的帽子十八 金青的帽子可能就二十七啊 十六再乘以个十二 再减去二百八十五 出防九十三 容炼十三点 一百零六的防御 这帽子的话应该能卖上一个三十八万啊 三十八万啊 三十八万以上 项链的话流云神农三百二十七啊 再加上一个六点 三百三十三啊 减去九十 这个项链看起来不错 一百六十特效 神农项链 这种项链不会估价不会给很高 因为像这种用神农的话 每个人部位都不太好搭配 可能你缺凝质 我缺波甲 他缺水晶啊 还有人缺效力 所以说 这个不是绝对特技的流云项链呢 价格给的不会特别高 像低龄的破血项链 一百六的神农的话 价格大概就四万块钱左右啊 破血神农大概是四万 破血项链的单纯的价格 大概是一万左右 神农的价格呢 基本上啊 是这个 呃 五倍 但是小特技的项链又特别的便宜 说来说去 就是这个神农项链的价格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稳定的价格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甚至可以好几万 如果没人需要的话 啊 也能值个两三万 他这身装备的话 搭配太细节了 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号是很 很后期才弄好的 这号应该弄弄的时间应该是不超过啊 不超过十个月 我记得什么时候了 他们问过我 买装备的时候问过我 啊 这个项链的话 给多少钱 兄弟们给一个价格啊 给个价格啊 刘晶晶无敌强化打造 我靠 银河打的啊 好兄弟们项链怎么说啊 项链保实钱两万 套装一万 三万拿稳啊 三万拿稳 三万拿稳的话 项链咱们也给他一个三万块钱啊 啊 只会低 应该是不会高啊 因为一百六十几的 这个二百四十多灵力也可以了 而且熔炼还没怎么融啊 再看一下他的衣服啊 衣服的话是三百一十五加上啊 三百一十五 啊 啊 三百一十五 再加上一个十五点啊 三百三十点防御 双加十五加十一啊 再加熔炼的七点四十三 啊 四十三啊 咱们用三百三十 多出的三十啊 多出的三十啊 再除以一个一点五 等于多了二天 储性再加四十三 等于三百六十三啊 这个衣服的话啊 十万是稳拿的 然后套装的话 一万 保实钱的话 差不多三万 十四万稳拿 但是你要考虑到 他的熔炼太好了 而且他的笑里藏刀的特技呢 比其他的特技都好搭配 笑里藏刀辅助臂带啊 啊 啊 风系臂带啊 所以说这个衣服的话 大概的价格呢 应该是在十九万啊 十九万左右啊 十九万左右 嗯 双加有点少 双加还有点少 但是后期熔炼还可以 三次 六点五次极限熔炼啊 这把武器就比较稀有了 普陀的话 治疗是影响到啊 伤害是影响到治疗的 十五再乘以个八啊 十五乘以个八 再减去七百三十三啊 这把武器六百一十三啊 六百一十三的出伤 双加66啊 保实钱的话两万 武器的话 没有价格 这个高昌的武器 跟那个项链一样 没有价格啊 这把武器又是一把 没有价格的武器啊 这把武器是没有价格的武器 没法啊 没法分析啊 卖云盘的都来了 谁给他带进来的啊 谁给他带进来的啊 你这么牛逼 你走两步我看看啊 这把武器虽然没有啊 虽然没有这个神佑 虽然没有抗风啊 啊 这把武器要是封印命中绿的话 女儿村也用不了 因为他是啊 魔族和仙族双种族的啊 这个设计不到人族啊 魔族的风系基本要 嗯 没有啊 这把武器给多少钱 兄弟们武器给一个价格 保持钱两万啊 高伤害的啊 高伤害的 武器没有价格啊 武器没有价格 这把武器要不然就不写价了 好吧 这把武器我觉得 我觉得这把武器我觉得 估多少都不对 估的少了 对不起的高伤害 估的多了 他就确实啊 没有特别 绝对让人喜欢的东西 好啊 武器啊 武器没写 好了 看零食 零食的话 11段 抗风40 下来的属性报 6点 这零食的话 6万加人 11万 17万 上买属性超级高啊 嗯 然后再再看这个零食 这个零食速度28啊 能卖上一个两万啊 5000块钱啊 这个零食三速度啊 呃 属性不是太好啊 29 啊 三治疗的零食 我还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应该是能达到一个两万啊 加上一万的星威石 三万 好 永不磨损的鞋子啊 任务的装备啊 咱们像这种几百万的复战号以后的话 就不给他们加了 自己加一下就行了啊 啊 只算你核心的主要的东西 12技能体系 啊 素质不是特别低啊 啊 工资不是特别高 房子不是特别高 这只宝宝 花招不是太多啊 不是太多 我觉得五万五千块钱啊 宝负装卖87 宝负装卖是80 宝负装卖的话 这是一个82 这家宝负装卖防御很高啊 这家宝负装卖的话 能卖6000 这家宝负装卖的话 能卖到一个接近1万啊 两件宝负装卖 咱们给他算个1万5 1万5的话 再加上2000啊 1万7 第二只宝宝 工资好 素质够低啊 技能钱的话 能卖上一个38000块钱啊 38000啊 11技能啊 宝负装卖的话 这是一个83啊 宝负装卖的话 这是个80 宝负装卖是个83 这两件宝负装卖的话 大概能卖6000啊 6000的话 再加上一个5000啊 1万1以上啊 1万1没算错 这只宝宝房资一般 素质非常好 明年吃饭元宵的话 这是签速很好 因为这是签速 毕竟也不会怎么加奈 这只宝负的话 能卖成一个1万啊 4000块钱左右啊 雪的宝负装卖 虽然值钱 但是我过号的时候不会加 然后自己加一下 12技能的宝宝 呃 体资 呃 一般啊 房资更一般啊 他们的宝负打了高敏啊 5万5万块钱吧啊 5万块钱 这只宝宝应该不如刚才的高连啊 宝负装卖的话 这是一个89 是吧 89 我再看一下啊 确定是89 宝负装卖的话 这是89啊 确定89 94啊 宝负装卖94 好了 这件宝负装卖89的话 一定可以达到14000啊 他的命中不太高 14000以上一定有 89的话也能达到一个啊 1万啊 啊 29000啊 29000 29000的话 这件宝负装卖 衣服其实是比较难算的 我觉得是应该是1万多块钱 虽然伤害够高 但是防御又不是太高 综合属性的话 其实跟90的啊 高防御的宝负装卖 比也差不多 我觉得也是1万多 三件宝负装卖 给他一个4万4啊 啊 这只利劈 这只利劈 等一下 这只利劈头有点晕 这只利劈的话 我觉得不像是 我觉得不像是打出成功的 也不像是利劈受绝拍上去的 如果是打出成功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 如果是利劈受绝拍上去的话 也是利劈在最开始 卖13万的时候弄的 啊 他这只利劈除了有强力以外 很多技能还是很顶先版本的 就当时那个版本肯定不会打神技啊 肯定打高毒 以前的话肯定是要其他的技能啊 不会打冥思 就是已经很超前了啊 呃 这只宝宝的话 我觉得11万是一定有的 但是再多能卖多少钱 因为咱们也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答 因为利劈啊 大家众所周知 由于强力的关系啊 啊 高端利劈 我觉得可能会受到影响啊 嗯 我觉得这只利劈呢 11万有 但是再高的话 我没法确定啊 11万是一定有 资质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咱们看利劈啊 不能看技能啊 有人说12技能可能就50万 12技能你要双子1600的 对不对 那种双子1600的12技能胚子啊 本身就多少钱了 就特别小20了 再加上利劈 利劈 利劈收据20多啊 那种40多万 50多万 代宝宝装面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种利劈啊 不是单简单的看 都有多少红 而是看技能 每个技能合不合理 所以说这只宝宝 啊 考虑到版本变化 11万的价格啊 稳拿啊 11万的价格稳拿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一个91 91的宝宝 呼万位的话 一定是能卖2万多了啊 2万多 92啊 也能卖上一个2万啊 这个是2万多 这是2万啊 这93啊 也是2万 这三件宝宝装备 稳过啊 稳过6万5 好 下面这只利劈 是10技能的利劈 10技能利劈的话 我觉得这只利劈的话 房子低 但是工资高啊 9万块钱啊 9万块钱 有强力 宝宝装备是88的 宝宝装备的话 是89的 宝宝装备是87 高防御的 三件宝宝装备啊 3万5千块钱以上啊 F哥啊 从F1到F8啊 总共是F11啊 这只虚弥有大法 有小法啊 其实是只耐虚弥 但是他可能因为一些运气吧 一般来说 耐虚弥的话 都会认证单法 他认证的大法 然后被他打成了 幸运反阵加神技 带迟钝套啊 带驱轨套啊 基本上是最完美的技能了 但是最完美的耐虚弥 也没有以前那么贵了 啊 四万块钱 嗯 这只才是最完美啊 这只才是最完美啊 防资比较高啊 法资比较高 素资比较低 有大法 幸运反阵 感知啊 神佑 带的是高级神技套啊 啊 跟上只宝宝 我觉得能好点吧 但是应该卖不出 虚弥受决的价格 现在虚弥受决 都打13技能 14技能的宝宝 啊 这只归宿虚弥 就属于 我见过最好的啊 归宿首饰虚弥了 法资高 速度低啊 有迟钝 速度98在迟钝 绝对首饰 而且宝宝装卖 还可以带啊 呃 高龄的啊 属性特别的好 一般来说 归宿的虚弥 能达到1288 灵力499的血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他等于平白 无辜比人 多了100个熟一点 这只宝宝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一个啊 三万啊 三万加啊 呃 这只宝宝跟上只宝宝啊 比的话 其实就是资质差了一点啊 哎 等一下啊 他这点错了 看着一个特别让我亮瞎眼的东西 但是感知不是很好 这只宝宝只是套装的选择问题 刚才那只有神技套啊 这只宝宝带的是迟钝套啊 啊 也不是神技套 这两个宝宝技能是一样的 就套装不一样 套装不一样 属性点的话 套装不一样 效果就会差很多 你不可能打34 三四只速度打迟钝套啊 就是这个属性应该就是 比刚才那差了一点点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能卖到三万 其实 两万五 给他两万五 好了 这只宝宝啊 这只宝宝 死亡法皇 这只宝宝打死亡法皇 不是 这只宝宝打死亡法皇 我卡鸡了你知道吗 因为 可能是真的死亡法皇便宜 或者不拿死亡法皇当钱 资质太差了 这只宝宝啊 是不是不是打得出啊 是不是打成的野生的吧啊 是宝宝啊 这只宝宝是宝宝 咱们说是这样 受决是这样算的啊 啊 啊 用石 嗯 用 死亡 死亡的话 十啊 法皇的话 九啊 十九万 十九万打输 还有风险啊 这只宝宝 打死亡法皇 有点 有点那啥了啊 有点 有点冲动了 有点冲动了 因为 因为资质啊 确实一般啊 资质 一千二 一千四 现在藏宝国一搜啊 很多十二技能 工程的资质 都要比这个好 所以说 这只宝宝资质 明年再养 这只宝宝资质 打死亡法皇 有点浪费了 但是打输 同时就有风险 胚子你又不能 给人白送啊 老李那只宝宝 资质也不好 实际能的死亡法皇 还花了十五万 所以说 他的宝宝呢 十九万是一定能拿到的 胚子钱的话 我觉得再低啊 不会低于三万 风险钱 你们觉得加多少钱 比较好 就是死亡和法皇 打出的时候 他可能会互相覆盖 然后的话 必备的出呢 是高防 高敏和高神啊 这三个是必带的 必带技能没有掉啊 你们觉得风险 加多少钱啊 有人说风险 他其实真的有风险 参考啊 经典歌 风险的话 咱们少加一点 因为这只宝宝资只畅了 对不对 不加了啊 二十二万 二十二万 他其实 雪的宝宝装备 好的话也能 也能值很多很多钱 我们估价只是不加钱而已 不代表不值钱 哎 刚才那云盘 刚才好不容易带到 来到这啊 人呢 回去了 二十二万啊 再加上一个两万五 这种东西啊 这种宝宝估价的话 二十二万 他是不敢摆的 因为死亡法房虽然有价格 但是你没买到一个 你需要买到手以后的藏宝阁交易完 然后呢 的话你再去拍这个烟花 或者从烟花去转出个小号 然后十五天以后返回 返回以后再等一个月的时间索啊 再冒着风险打出 所以说这种宝宝 虽然估价二十二万 但是他是不敢摆二十二万的 也就是说我的估价呢 一定比市场价格啊 就这只宝宝来讲 一定是要低的 加五万 加四万 加三万五 再加上一个九万 再加上一个六万五 再加上一个十一万啊 再加四万四 他冒额应该还有东西啊 加五万啊 再加上一个一万四 再加上一个一万一啊 加三万八啊 再加上一个一万七啊 再加五万五 再加三万啊 再加二十九万的啥 我忘了 二十九万再加两万五 再加上一个十七万啊 武器没给你沽啊 再加上十九万啊 再加上一个六万啊 再加上一个三十八万 再加上一个三十四万 再加上一个二十八万啊 再加上一个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六 沽价的话二百七十七万 没算武器 唐宝哥还有点东西啊 这只宝宝有人眼熟 眼熟不眼熟 这只宝宝就是野狗到人 二十七万买的啊 二十七万买的 然后我觉得最近的话 就是多技能降价 这只宝宝摆的时间也够久了 二十七万买的啊 当时我是二十一万卖的啊 嗯 那这把这个宝宝的话 我觉得以现在的资质来讲 就是十八万啊 十八万一定是有的 而且双风时代啊 蛇的话是不需要利劈的去清的 双风时代的话 尸托连蛇啊 然后壁垒护青啊 壁垒的话能保证最啊 极品的资质啊 所以说这只宝宝的话 我觉得十八万啊 十八万应该是稳定能卖出去 而且啊 特别特别的稳 不会应该不会再掉了 这只宝宝真的厉害 这只宝宝真的厉害 这只宝宝跟这只宝宝 在我眼里就根本就不是一种宝宝 你知道吗 这只宝宝跟这只宝宝 在我心里就不是一只宝宝 不过这只宝宝有一个知名的缺点 得明年9月份才能用 成长太低了 这只宝宝明年 吃房子吃工资都行啊 没啥事吃体资都行啊 资质真的好啊 技能的话是一个 避蕾没打地踢 这只宝宝如果是十二技能的话 也能卖上一个 就这只宝宝十二技能的话 成长比较低啊 差不多应该是啊 十万左右吧啊 资质真的好 这只宝宝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定能卖到 二十八万以上的 三百二十三万了 还有一个鞋子 这个鞋子跟普通的鞋子不一样啊 多了一个法术伤害 减免效果加一点一六啊 也不知道是用罗汉的效果增强 还是对面 你用完罗汉 对面法系 秒你都少秒一点 咱们这个鞋子啊 水清带花招的东西 宝石前三万 套装前起码一万 四万块钱保底啊 鞋子本身再加一个五万 五万保底 蓝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蓝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要懂的兄弟也可以 跟我解释解释啊 这个东西也很难去测试 那你想想有罗汉 有阵法 有灵动 有法术伤害的波动 有各种经脉的加成 很难测试出这个法术 间面小果到底是干嘛用的啊 所以说咱们给个基础的价格啊 给个基础的价格 三万的宝石 一万的套装啊 给个七万块钱 我觉得很基础了吧 嗯 这把武器罗汉 嗯 这种武器精轻的话会比较贵啊 啊 655减去啊 减去一个 呃 五乘以 五乘以八是 120 初伤的话535 伤害还不是太高 双加的话23啊 再加31啊 再加上一个6点 双加60的话还是可以的啊 嗯 150的武器 我觉得价格呢 啊 百十四万五 我也不太好说 啊 我因为我估的跟他摆的价格差距会比较大啊 啊 我觉得我我如果估的价格会比摆的这个价格差距会比较大 因为这种武器 首先的话 它是飘带啊 它是只有一个种族可以用的 所以说它只有普通能用啊 现阶段只有普通能用 女儿村都用不了 然后的话伤害呢 有点高 但还不是特别高 比483包了50多点 所以说这把啊 这把武器的话 我觉得啊 摆的价格有点高啊 要不然也不估价了吧 啊我觉得这种估价的话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 啊 啊 这把武器我觉得 嗯 啊 5万块钱加2万块钱的宝石啊 应该是差不多啊 极限价格了 好最终呢 估价的话是337万 337万 F哥全号337啊 国子间的 目前已经出现的四个号 没有一个低于300万 337 37.47啊 好像仓库还有 而且这把武器还没给他算钱啊 备用还有一些抗风啊 这种抗风的话 一万四一万五 一万五应该是稳的 这个零食的话 两万多啊 两万吧 两万是稳的啊 三万四五 国子间应该差 到底谁说 他自己说的吧 啊 曾经说缺门派 缺人 不行了 要解散了 然后他妈的上一个号300万 上一个号300万啊 谁还能说国子间应该差 这直到钓鱼岛 为啥 进不了八强了吗 太他妈强了 全是细节 你知道吗 神农 好像哪个号都有神农啊 石坨有神农 嗯 普陀有神农 武器高伤害点灯多啊 但是啊 有一段时间银河的硬件是差的 那段时间就是 用拔断传挡的那一件啊 银河其实啊 肯定不是靠硬件的 就是靠指挥啊 但是我们也找到原因 为啥打不过 哎呀 有点渴 我喝点水啊 最终的股价337啊 啊 没啥事的话给号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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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